行一拳虽然是武术,核心却是尚无养生之法 大家好,欢迎来到工作者 我是本期的主角唐超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讲解 第二把手伸开,维持三体式的一个组合 那么把手伸开,维持一个三体式的一个动作 一样可以完成这样的防御 那么这就是我们开始讲的第二点 报复防守的一个延伸 那么手放在前面 手放在前面依然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防守 当对方说我打拳的时候 依然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防守 那么行一拳为什么从带出行一拳演化过来呢 带出行一拳实际上就是都是这点 进身的一个方法 大家如果看电视心理拳的资料 你们都知道他们格斗的架势很近 两个人的距离很近 在这个距离才能够发出这种战斗 但是李若能呢 因为他之前有过长拳或者其他拳的基础 他把这个架势放大 那么其实我们两个手都在前面 一样能够做到进身 因为你刚进身去打的 发生很被动的 距离太短 那么现在呢,我们演示一下 当对方打了连续拳的时候 对,一脸是和你报复防守的一个样 配合着左右和上下的就是往里冲就好了 对方再打拳 一样都是可以进去的了 维持你的三体式 你能打拳 维持你的三体式 就完全可以打进去了 当对方打拳的时候 对,依然可以往前进 对方打拳 对 就激动 对 依然是可以通过这种防守 把手撑开 也能够往里完成这个暴徒式的一个防守 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自由 比较实战的一个驾驶 维持一个三体式的一个进步